YES 933 大明星跳到 哇 这次的独家的这个店房呢 就献给了YES 933 是时候了呢 对 是时候了 因为这次呢 四年的这张专辑呢 筹备到现在 终于啊 3月8号正式发行 感觉怎么样呢 嗯 你知道 因为我的通告啊 是每天都非常的忙碌 对 有时候会 对哦 今天发片 然后就赶快上了 那个微博啊 推特就是发了一下消息 有时候会那个时间啊 会会有点忘记这样 嗯 但是是开心的 是 终于推出了 其实之前燕姿休息了蛮久啊 就是在精力的筹备章专辑啊 当时候的NG呢 是比较慢的 现在NG开始 hot了没有 就是NG要先开那个 温热一下 预热一下 要先warm up吧对吗 是是 所以先warm up了没有呢 我觉得已经有点发烫 因为有可能之前就上一些台湾的综艺节目 虽然之前演唱会也有类似这样的东西 对 但现在就火力全开嘛 会不会觉得就跟四年前发片的时候 稍微要调试一下 嗯 我觉得是要调试一下 因为四年也算是蛮长的一个时间 然后也没有这样密集的在工作了 所以这个心情是有一些转换的 就是在面对主持人的一些问题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说有一点小怕 就是要找经纪人求助 就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嗯 但我觉得OK啊 其实大部分媒体对我是蛮好的 然后那个时候就就就就就就因为 有时候大家很关心嘛 很多其他的问题 所以自己就也有一点笨难 还没有那个完全进入状况 我觉得OK啊 现在慢慢的 你知道可以懂得闪就闪一下 哦 原来如此 因为我们看了你上小燕姐跟康希来的节目 其实我们在想要问你一下 当初上这两位大咖的节目 你的心里的那个状态 是不是真的很怕很怕的 没有 其实小燕姐因为之前我有去烦过他 所以之前就已经 算沟通过了吗 对对沟通过 小燕因为我想说 哎呀康希我们来一点不一样的 我们来整他 嗯 没想到被整得很惨是吧 对 整集就是被整这样子 然后后来我然后后来有看到小燕她说 你有很很不爽吗 然后我心里想说其实有一点 但我觉得自己是笨到 也是算算一种还没有会那个反应啊 反应啊 是啊 所以明天好有个洞 然后就不觉不觉还是有点掉下去 而且啊感觉是在挖自己的洞 自己掉下去 明明这个洞是要给别人掉进去 但挖挖要挤着你 哎哟 是啊 真的不懂得善态天后了耶 对 下次就不要上好了 对 下次就不要上了 哎呀都来夜933了 我们还善待的 哈哈哈哈 因为这次 没有啦 因为讲说新专辑 因为就好像从你的外形上面吧 就已经先一个很大的改变了 对 我跟你说你那个录事业性的那条裙子 哈 我们都惊艳耶 哈哈哈哈 我也觉得有点尴尬 对 人家问我 你为什么有事业性 这个问题我很难回答耶 因为本来就有啊 什么叫为什么你有 这有的东西 跟时间一样急急就有了 哦对啊对不对 这种东西 但是是自己主动要挑那件衣服的吗 还是造型师帮你选定的 造型师选的 然后就是呃 绵妙的老板也觉得 嗯好看 红色大红色的这样子 呃 那时候他们也只看到那个漏背这件事情 没有看到前面的那个发展性 所以呃 我我其实也ok啊 其实也没有 我觉得很很漏 还在讲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中 像类型的衣服 其实燕姿私底下在一些私人场合 或者一些特别的 呃 庆祝活动也会穿的是吗 呃 正式一点就ok 啊 ok 所以呢 可能有些特别的 亲密的朋友已经看过燕姿 这样的状态 对不对 这种可以随便露的哦 哈哈哈哈 这个要啊 你知道呢 过年过节才可以啊 哈哈 展示一下吧 对不对 是是是 哦 然后不过这次新专辑呢 因为有这个赠品哦 虽然蛮特别的 但是说心语里面 有这位印度女诗人嘛 呃 呃 sarujini naidu 嗯 呃 是自己本身很喜欢的诗作吗 对 因为她呃 呃 但我我我是后来才比较了解 她的background 她之前跟甘迪是一个同样的freedom fighter 所以她在印度的那个地位是很高的 然后大家也很敬仰她 她这首诗呃 应该是也是算蛮有名的吧 嗯 然后呃 呃 她我们也取用了她最后一个 的danza 呃 就是讲说那个 生活是对她 她她理解的是 是充满了很多的沮丧也好 呃 梦想的破裂也好 我觉得她写的非常的斜实 其实跟这首歌有一种对比 因为是说心语是很轻盈的 嗯 然后也是都感觉好像也走过一段路 然后到最后的一种轻盈 所以她让这首歌有一定的重量 所以就觉得是蛮适合的一个呃 对比 多少少应该说出了自己心里的一些话吧 对 对对 其实很好奇 因为在这一次发演的时候啊 燕姿也透露说她其实有患过这个预证 对不对 嗯 那时候的你是不是也看很多很多的书 像这类的诗集来让自己重新站起来 我觉得呃 就是有时候呃 可能觉得不顺利的时候呃 会需要一点时间来知道说是不是自己的角色是什么 然后也觉得可能当时是比较自我嘛 然后会把很多东西放得比较大 所以现在其实回想起也是一种幼稚吧 所以也会把它变得就是过去的一个也是一种经验啦 一种体验 嗯 我觉得现在都已经很习惯了 哦 我觉得都ok 嗯 挺好的 嗯 因为好像好像我有些朋友啊 他们觉得说哎 在外面看过燕姿 然后就说哦 对对对 在哪里那里 哦 也也也知道我在新加坡是自由活动 对啊 对对对 所以我就嗯 ok 然后就说好像你私下也是穿着很普通啊 然后就有可能有个黑框的大眼镜 哦 也 之类的装扮啦 对对对 对然后就说哦 所以所以也是很坦然的面对了吗 对啊 我觉得都已经习惯了 嗯 然后也不是你知道很绝对的那种偶像歌手 所以呃 也可以比较轻松一点 而且尤其是新加坡太太棒了 嗯 可以比较自由一点 是 其实在呃 没有所谓的压迫感的环境下 嗯 生活是很自在的 就像这次燕姿出专辑 那个心情也是非常放松的嘛 因为没有人催你 或者是管你 有了 爸妈应该想催一下 有有 爸妈那带我感到 有了 哈哈哈 所以你在制作这张专辑的时候 你是觉得这张专辑呢 是你好像比之前做过的专辑 要更加有那种青生子的感觉 呃 你说生小孩啊 对 对啊 就是 放在肚子很久 就个四年 啊 然后难传的感觉 嗯 对 拿出来的时候是很骄傲的 是你 目前 你看 你看 我的小孩 张专辑可以说是你现在 嗯 在这个乐团上呢 自己 呃 最珍贵最喜欢的专辑吗 没有 我觉得每一张都来张都非常的珍贵 嗯 这张又是一个新的记录 嗯 嗯 这句话我很喜欢 有没有特别 就是偏爱这张 因为是自己做的 呃 会不会偏心 我觉得我偏爱可能是现在的一种状态 就是 比较 轻松 这样子 然后 销售 跟其他的 就觉得 OK啊 如果好的话 就都 都看得比较 比较轻松啦 因为 也知道说娱乐圈嘛 就是 大家 喜心研究我 我非常有心理准备 而且觉得 嗯 就是做好自己的东西就对了 所以我希望说下一次 如果 谈恋爱也好 拍拖也好 都可以很自在一点 哈哈哈 可以吗 可以吗 还是 还是很自在的吗 现在是自在 只是 不是很想 聊这个话 对对对 我知道 对 好的好的 但我们还是 献上祝福啦 对不对 好 是时候回来新加坡的时候 然后 你觉得是时候聊的时候 我们再跟你聊吧 好呀 回时等你 好呀 谢谢盛艳姿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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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事情不是谁说了就算即使伤心结果还是自己等 多少次失望表示着多少次期盼 只是证明 幸福很难 我们之间不是谁说了就算 拉扯的爱 独自结局的难堪 一百次相爱 却要有一次的绚烂 下一次回忆更勇敢 当冬夜天 暖 当大海也不再那么蓝 当月色的纯白变得阴暗 那只是代表快乐 不再那么简单 当冬夜天 当冬夜天 暖 当夏夜的树双不再有缠 当回忆漏去的痕迹斑斑 那只是因为悲伤从来 都不会有答案 我们之间不是谁说了就算 拉扯的爱 徒座结局的难堪 一百次相爱 只要有一次的绚烂 下一次回忆更勇敢 当冬夜天 暖的大海也不再那么蓝 当月色的纯白变得阴暗 那只是代表快乐 不再那么简单 当冬夜天暖 当夏夜的树双不再有缠 当回忆漏去的痕迹斑斑 那只是因为悲伤从来 都不会有答案 那只是习惯不再有缠 那只是习惯不再有缠 当作希望 当作希望 重要的是我们如何 爱过那一段 有趣的 也很久不再有缠绝 展示 每一段 都不会有缠绝 有缠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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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缠绝